坚守海江一线 守护万家灯火 春节期间 海口海警局的执法人员 积极开展海上巡航 24小时不间断职守 确保遇到警情及时就位 快速处置 春节期间 在穷州海峡一号标附近海面的一艘船上 海口海警局的执法员们正在检查每个船舱以及甲板 重点查看机器是否正常运转 船舱是否有火在隐患 以及涉案船员是否有不良动机 这是我们抓获的一艘涉案船舶 目前案件还在查办中 为确保案件查办工作顺利进行 现在由我们负责在船上巡查 只要案件还在办理 海警执法人员就要24小时看守这艘涉案船舶 确保船舶安全和人员在位 这也意味着几名海警执法员 要在船上度过新春佳节 一想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海域的平安稳定 此刻的万家团聚都有我们守护 我们心里也生起了一股自豪感 大家陪家人守岁 我们为祖国守岁 春节期间海口海警局的执法艇按照计划 每日开展海上巡航 海警执法员登陷了一艘又一艘的船舶 他们不仅要保障这里来往船只安全 还要保护海底电缆 警方违法捕捞 非法踩杀等行为 检查结束 海警执法员向渔民船员等送去新春的祝福 春节期间受冷空气影响 海上风浪较大 为保证辖区海域稳定平安 海口海警局实习24小时三班岛轮流职守 确保遇到警情 第一时间赶到 第一时间处置 如果遇到海上出发的情况 可以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 谢谢海警 祝你们新年快乐